八眼休闲运动公园占地2.6英亩 这个和大自然融合的公共空间 今天正式的对外开放 宾州首长曹关友出席开幕活动时强调 州政府注重公共空间的管理 近期也在讨论整理州内公共空间的清单 并重新定义 让民众可以利用部分的土地进行社区活动 耗资130万令吉占地2.6英亩的 八眼休闲运动公园是一个和大自然融合的公共空间 这一个由北海专科医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所打造的休闲运动公园今天正式开放 宾州首长曹关友在主持开幕里时指出 有些发展商原本必须准备土地 交由市政厅和州政府管理 但很多时候因为没人监督 导致很多本应该交给政府的土地都还没做到 州政府将开始收集公共空间的资料 加以讨论整理以便能展开各项惠民计划 不时也会有民间团体申请一部分的空间 作为刚才所讲的用途 我就是讲必须有一个新的定义 可能之前其实都有整个空地10%可以作为其他用途 可能10%是不足够是否要增加 我们过后会处理 然后好了之后才宣布这个政策 同场出席开幕活动的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也表示 投资在绿色公共空间的每一分钱绝对不会浪费 他建议相关单位可以在绿色空间增设一些项目 包括露营地让小孩也可以从中获益 他也希望有更多的私人企业和社区人士 能够响应和支持政府推动的绿色社区努力 共同打造更多的绿色空间 全面提升民众的健康生活与素质 联合独播剧场的牙齦 联合狮 更多的意味 主要能够合理 专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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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业 感谢观看